下面 抄日明 三米进 下决 经文上说 世之大之 法外能照法界 名为光明 这是光明的解释 大致是自性里的本有的 不是从外来的 人只要得定 我们的心真定下来 它就放光了 这个光明就是智慧 它对外面照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也丝毫差错都没有 凡事 不能控制 清净心 现在讲的是 心浮气躁 浮躁的心 生烦恼 他不生智慧 他对外面环境看不清楚 他认为神生活 这都浮躁的心 真正清净心 真正清净心智的 这神父说 他身心健康 他会照顾得很好 为什么 他用智慧 他没有烦恼 骇行 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 一个不认识字的人 虽然不认识字 什么都知道 你拿出金门念给他听 他能讲给你听 他一听就明白了 下面句 涅槃金说的 光明明为智慧 光明的智慧是一桩四季 两个名字 一桩四季 又大灰禅岁 只以磁光学妙法 事法即是磁光明 不离世光说此法 大灰禅寺 这几句话说得好啊 释迦牟尼佛在世 为我们 讲金教学四十九年 四十九年 他讲的什么 就是自信的智慧光明 自自然然 说出来 没有通过思维 我们能去想一想 想一想就落在意识里 不是智慧 智慧哪有想一想的 别人提出问题 我们离开就解答了 不是我要去想一想 想一想就不是智慧了 是烦恼 这个道理要懂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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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